今天呀,我们要来聊聊紫微斗书里面一颗非常聪明的星,天机星 天机星呀,被称为智多星,它象征着策划力和洞察力 天机星呢,有着很强的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 它特别善于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这就有点像我们生活里面说的智囊团和军师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聊天机星的特质 来了解一下天机星是怎么运用策划力和洞察力,影响我们生活和决策的 天机星的五行属木,木的特征就是生机勃勃,充满了弹性和适应性 它带有着一种变化的特质,天机星也是阴性的星耀 这就意味着它在个性上属于低调和内敛的 天机星呢,喜欢在幕后运成帷幄,它不会太过张扬 它们擅长从复杂的环境中找到解决办法 更喜欢的是动脑而不是动手 举个例子,如果你的命工有天机星 那么你就可能会发现自己更擅长策划和思考 特别是在处理复杂的事情时呢,脑子里总有很多的想法 这种特质呢,让天机星的人在生活中往往扮演着顾问和策划者的角色 给人一种制多星的感觉 天机星呢,最强的特点之一就是策划能力 甚至有时候啊,会觉得它们有一种提前预判的能力 它们喜欢把很多事呢,想清楚再去行动 最喜欢的感觉就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天机星的人呀,很少会冲动行事 它们更习惯通过思考和分析,去找到那个最稳妥的解决方案 比如在工作里啊,天机星的人就特别不喜欢冲在前线 它们喜欢先分析局势,然后再制定计划 它们呢,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找到潜在的危机和风险 如果呢,你身边有这样天机星的朋友啊 你时常会发现,它们总是处在冷静和从不慌乱中 由于天机星的人特别善于策划 所以它喜欢把风方面面想得非常的完善 所以它们的意见呢,通常能给团队里面的人带来很大的启发 不过呀,天机星的人缺点就是想太多 在行动上可能就稍微慢了一点 所以呢,对于很多天机星的朋友啊 我们一定要提升自己的行动力 别让自己陷在过多的思考里面 这样才能帮助你们在拥有策划能力的基础上啊 还能更好的执行计划 除了策划能力,天机星啊最大的特点还有一个就是洞察力 天机星呢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敏锐力 它能够观察到别人忽略的细节 这种观察力啊,往往让它们在生活里面显得很有眼力见 它们很擅长识别别人和观察他人的需求 它们呢就好像命盘里面的侦探 比如天机星的人啊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 它们能很敏锐的就能捕捉到别人情绪上的变化 甚至从别人不经意的表情和动作中呢 就能发现它们内心的想法 这种敏锐的洞察力啊 往往能帮助它们在社交场合里呢 更懂得察言观色,很少去得罪人 这种洞察力啊不仅仅体现在天机星的社交里 还体现在天机星对风险的预判和机会的把握上 所以呢,天机星啊往往能比别人先一步 发现潜在的风险和优势 它们的内心啊就好像有一个雷达 总能比别人先一步闻到问题的蛛丝马迹 天机星的人呢,它们很喜欢低调和内敛 它们很不喜欢站在聚光灯下 它们更喜欢做的是在幕后默默地推动着事情的发展 它们绝对不是那种冲在前面的人 但是它们在团队里面却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因为天机星的人最懂得如何运用策略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它们呀也有自己的目标 它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收敛 很多人呢都说天机星啊是个幕后高手 它们从来不喜欢把自己的想法直接地告诉别人 而是默默地观察和分析到了该出手的时候再出手 天机星的朋友呀也有一点要注意 过于低调的形式风格 有时候很容易让别人忽略你的重要性 你可以适当地展现出自己的优势和价值 会让你的洞察力和策划力得到更多的人认可